假如如意拿了宜秀的剧本会怎么样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如意和宜秀的性格 如意和宜秀在宫斗方面站的都很高 属于高能宫斗选手 不过这俩人不一样的是 宜秀可以根据当下局势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宫斗方案 不管是伪装还是装头疯发作 都玩的恰到好处 后期看甄嬛风头正盛 明白自己斗不过他 甚至直接选择天天装柄闭门不出 这种进退得宜的手法 谁见了不得说一声佩服呢 如意身为宜秀的侄女 宫斗能力自然也不差 毕竟他们老乌家就没有宫斗水平太差的人 如意在后宫里属于什么都能看得明白 可他就是不宫斗的那种 他要是真想动手 那也是很厉害的 就说高熙岳的下线吧 故意装鬼吓人这事 如意肯定是主导 还有在高熙岳的酒里动手脚 导致他连连出现幻象 总觉得阿若在自己宫里向自己追魂索命 而且这些小计谋宫里一直都没人发现 这就足以说明如意还是有点子宫斗技能在身上的 只是他不想宫斗 那也是无可奈何了呀 要是他拿到了遗秀的剧本 本来嫁了过去 只等生下儿子就能成为敌附近 可自己的姐姐却抢了自己的位置 这个时候的如意或许就会坐在屋里念诗 感叹自己和老公那逝去的爱情 不过如意恨渣男倒是会恨 不过应该不会动手 反正自己也生了大儿子 如意可能会专心教育儿子 两个人在王府里过一段安稳日子 哪怕是儿子病死 自己对老公和姐姐的恨意已经到达了新高度 如意也不会选择动手 毕竟他秉承的可是问心无愧就行的理念 既然淳源有了孩子 想必如意也不会对孩子下手 这样的话淳源没准就能好好活下去 除非淳源这个人他就是活不久 反正拿到遗修剧本的如意 是肯定不会对他下手的 还有可能淳源和四大爷亲亲我我的时候 如意还能在一边给他们泡茶 假如淳源就是个好人 那如意还有可能和他成为亲密无间的队友 淳源要是真的难缠 如意可能还会用自己的医术来救他的命 到时候王府的环境就会变成 淳源安心养胎 如意安前马后的为他服务 俩人说说笑笑 小日子过得贼辣滋润 淳源生下孩子之后 俩人共同抚养小孩 太后开心了 皇帝高兴了 如意自己也乐在其中 这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大团圆结局 不过这要是进了宫 情况还能一样吗 当如意拿到了遗修的剧本 那宫里应该就是一片祥和了吧 如意要是遗修的话 可能压根就不会杀淳源 到时候淳源活得好好的 甚至可能孩子都还活着 等四大爷一进位就能坐上皇后之位 如意可能一进宫 还和自己的剧本一样是个非位 不过华妃跋扈 淳源那么好拿捏 就一定会往死里欺负她 不过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四大爷的show time了 自己媳妇被人欺负 她指定是要做些啥呀 但是吧 她既然要对年假用捧杀套餐 那就一定得宠着华妃 这样的话 华妃肯定要来呜呜呱呱 那没准作为好队友的如意 就会劝她想开点 不过这样倒是有个好处 那就是甄嬛进宫的概率 大大降低了 因为淳源还活着 哪怕是甄嬛进了宫 那她也不会特别得宠 再加上如意和怡修不一样 不会对孩子们动手 所以甄嬛在刚进宫的时候 未必会选择装病避宠 那样的话 甄嬛肯定会和如意她们站在一边 因为这俩人看上去 就不跟华妃一样嚣张跋扈 这就和剧中那些差不多重合了 不过不一样的是 如意和春元都不是那种会伪装的人 这俩人呢 一个性子软 故意挨了欺负也只会难过 一个心中有无数计谋 但是却一点都不想用 那这个开局和剧中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偏差 无非就是这几个人凑到一起 努力扳倒了嚣张跋扈的华妃 最大的不一样 应该就是安玲蓉的黑化了吧 她要是没有别人的挑拨 兴许是黑化不了的 可她要是依然黑化 那她可能就是剧中最大的反派了吧 毕竟要是春元还活着 那后宫里一大半人都站在她这 如意不用心机 肯定每天和他们喝茶吃点心 跟大家相处的十分和谐 因为人家这性格 就是一个不会黑化的性格嘛 但是我大胆猜测一下啊 如意要是拿了仪秀的剧本 又没有别人的陷害 那指定这辈子也就是个妃了 除非春元冰若 此前让四大爷照顾她的妹妹 这样的话 如意才能从妃威升到皇后的位置上 这么一说的话 这个成为季后的剧情 是不是又和戈壁一样了呢 不过我倒是有一点很好奇啊 如果如意在甄嬛传的后宫里登上后卫 那后面会是怎么样呢 如意要是成了甄嬛传后宫的皇后会怎么样 要是当初如意拿了自己姑姑的剧本 那除了春元活下来和安小鸟是否黑化之外 在其他方面剧情点的偏差肯定不大 毕竟华妃那么嚣张跋扈 这春元和如意两大佛系女子也未必能感化她 所以到最后还得是甄嬛和她们一起搬到年家和华妃 后宫的孩子们也肯定都能生下来的 什么复查贵人的孩子呀 新八季的孩子呀 甄嬛的那好几个孩子呀 要是如意她们再多给安小鸟一点关爱 嗯 那就得看她自己怎么想了 要是她一直以为别人对自己好都是施舍的话 那后期的反派想必就是安小鸟了吧 一对恩的话 安小鸟仍然是毫无胜算 她要是不黑化呢 那日子就还能好过一点 想必这个后宫也就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至于甄嬛和四大爷之间的感情嘛 反正如意不会弄什么成员故意 甄嬛呢也就不需要出宫 和果自立发展成真果恋了 尽管她老爹被刘放宁固塔 那后宫那些人估计也会帮她求情 梅姐姐或许也就没了和温时初相识相知的机会 毕竟如意不作妖 后宫谁也不会像仪秀那样去故意针对梅姐姐 那她这假孕事件发生的机会不也少了很多吗 可怜的果自立和温时初呀 她怕是要孤独终老了 啊对还有梦争贤 到时候就是一场拉锯战了 梦争贤非军不嫁 果自立谁都不娶 妙啊 说这事说这事 既然梅姐姐和甄嬛都没了发展什么CP的机会 这样的话四大爷就可以保住头上纯正的黑色 到时候千朝稳固 后宫和睦 后宫再无堕了嘛 孩子估计也不会太少 就以甄嬛能生的架势 怎么不得天宋个孩子呢 估计孩子多起来之后 四大哥也就没了用武之地 这样的话那剧情就是一整个大改变呀 但是吧 如一没准会觉得她可怜 在私下里偷偷关照她 反正在隔壁的时候 她也是这么干的 到了这儿这么干 那也不是没可能啊 再加上如一的贤惠不是装的 后面自然也不会翻车 宫里只要除掉了华妃之外 几乎就没有其他反派出现的可能 到时候下面的妃子们看她不争不动 估计也都会选择躺平享受 因为你看静妃梅姐姐她们 最初向往的都是平静生活 这不正好和活气的如意一拍即合吗 那即便是后面有反派出现 只要不是甄嬛 那是谁都能撂倒 最后四大爷也不用死得那么憋屈了 孩子们也都可以出生了 哪怕是纯元走得早 把皇后的位置给了如意 那她也能好好坐着 她又不狠毒 也不存在得罪过母太后的可能 这不妥妥稳迎举吗这不 只是到时候这剧本就会变成后宫百烂传 谁让怡修是最大的反派呢 找一个不想打架的人来接替她的位置 后宫只能走向和平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下期还想看啥评论区翻牌的去吧